齐天大圣 自从孙悟空拿了东海的宝贝金箍棒以后 龙王越想越生气 就跑到天宫向玉帝告状 说孙悟空虎脚蛮缠的夺兵器 还恳求玉帝出兵捉拿孙悟空 可是孙悟空玩猎成性 玉帝很清楚这一点 到底要不要出兵呢 他也犹豫了半天 正在为难的时候 一旁的太白金星站了出来 为他出了一个好主意 倒不如把那猴子招到天上来 如果他违背天意 再捉拿也不迟啊 玉帝听了觉得非常的有道理 就派太白金星到水帘洞宣纸 任命孙悟空为天上的毕马温 当时孙悟空并不知道毕马温是干嘛的 还以为当了多大的官呢 就欢欢喜喜地答应了 哈哈 我要做官了 好玩好玩 可是到了天上 孙悟空四处打听了才知道 毕马温哪里是什么官啊 不过是个养马喂马的马夫 没品没急 这一下孙悟空可不乐意了 心里嘀咕着 哼 俺老孙在花果山还是待望呢 玉帝老儿去红果来给他当马夫 我才不干呢 我要回去 一不做二不休 孙悟空真的抛下了上千匹天马 回花果山去了 还拿出一面金旗 自称齐天大圣 从今天起 我就是齐天大圣 官职无限大 哈哈 这件事很快地传到了天宫 玉帝非常生气 马上派托塔李天王 和哪吒三太子去捉拿孙悟空 于是 李天王和哪吒 就带着一批天兵天将来到了花果山 猴子猴孙们见了 都吓得赶紧通风报信 大王 大王 玉帝派人捉你来了 你赶快逃吧 孙悟空才不逃呢 他天不怕地不怕 还怕几个天兵天将吗 于是就气势汹汹地提着金箍棒前去迎战 几个回合以后 天兵天将们被打得落花流水 纷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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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看天兵天将们跑远了 得意的哈哈大笑 拍着胸脏高喊着 回去告诉玉帝 要是他不封我做齐天大圣 我还要打到灵霄殿去呢 李天王和哪吒回到天宫 只好向玉帝实话实说了 这一下可吓坏了玉帝 赶紧答应了孙悟空的要求 还让人在盘桃园的右边盖了一座齐天大圣府呢 就这样孙悟空才安安心心地留在了天宫